明天汽油和柴油价格将连续第三个星期保持不变 再来关注大选新闻 投票日落在工作天引起各界热议 不少游子纷纷在脸书发动供车 赞助机票住宿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以鼓励更多人回乡投票 就在这个时候 政府在下午4点宣布 把5月9号投票日列为额外公共假期 出乡办公室发出消息时指出 列为公假是为了方便人民履行责任 大马雇主联合会执行董事三苏丁提醒 雇主如果照常一夜必须给予员工补假 消息曝光之后 马上引起网民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 把投票日定在工作天本来就应该放假 有人则认为 原本把投票日定在周末就好 不用再多此一举 来看下则新闻 本届大选可说是两任首相的正面交锋 今天纳吉和敦马哈迪就再度的隔空开战了 纳吉形容敦马是脸皮最厚的人 自立门获食 抄袭巫统的创党格式 就连希望联盟的竞选宣言也抄袭了国阵政府 列入一马援助金 此外纳吉也形容敦马是一流的演员 居然能够面不改色的告诉人家 担任首相时没有逮捕过任何人 至于敦马 他今天就在个人部落格发表题为 纳吉使诈方式的文章 数落纳吉是三宗罪 指数就连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都认为 纳吉将盗取第十四届大选 此外敦马更声称 有高达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有反纳吉情绪 所以并不会在这次大选投国阵 接着来看一起社会新闻 三州警方今天在三十六党党羽的引领之下 在三州某个圆秋内 其获至少五具骸骨 初步相信死者都是属于落网嫌犯的同门 相信是党内发生内斗 惨遭同门杀害之后 埋葬在乡野之地 有消息指出 落网的私会党徒承认 党内四年前发生内斗 有部分党员被清理门户 脸书外泄用户资料丰播 有新进展 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今天出席 由美国参院司法和商业委员会 召集的听证会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问话中 扎克伯格被问了数百条问题 针对剑桥分析公司 已不当手法获取了 八千七百万名的用户数据 扎克伯格承认 当年以为剑桥分析 会在事后删除收到的资料 但现在看来明显是错误的 他强调 脸书没有出售用户资料 这只是外界对脸书的错误观念 他也透露 并不打算让脸书收费 但不排除未来会改变经营模式 最后有余了消息 歌神张学友用魅力协助警方破案 日前张学友在中国开唱 就一名31岁的通缉犯 和老婆从家乡到江西的南昌 观赏张学友的演唱会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他入场时 就被设置在现场的 智慧人脸辨识系统锁定 所以开场没多久就被警方带走 让他一脸错愕 表示早知道就不来了 所以说干了坏事 最终还是会逃不掉的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